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露面的宝主是弃而不舍带了两件东西想要进行一个双保险 第一件不对了 第二件到底对不对呢 这件它号称是清代光绪官窑百叠瓶 到底是还是不是呢 这件仓品呢 我认为起码不是官窑的 我觉得是非常开门的光绪官窑 精彩保存的也好 款写的也好 圈足的这个自然磨损也好 哪哪都好 我觉得它这个款啊 胎什么都没问题 但我觉得彩不是特别的好 总觉得它应该是有后家彩的这种成分在 这一点也是一个特别存疑的 来 我们来看看六位朵宝人的选择 是 二号和六号觉得它不是 就像刚才六号表述的说 它觉得不像是官窑的东西 二号觉得有的东西可能是后期再补加上去的 那么到底这件宝物 这件号称是清代光绪官窑百叠瓶 杨老师告诉我们 这件宝物描述符合事实 所以我们恭喜 一 三 四 五号夺宝人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杨老师 这个金是保存太完好了吗 那个款是标准的官窑款制都没问题 我跟大家就讲一下这个 老的这个金跟现在的金差别区别 老的金啊里边含有微量的铜 仔细看都出了一点发一点危险一点红色 现代的这个金呢含金量高 就是金的颜色特别那个耀眼啊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 又学到了一个金厂 谢谢 他们现在确实它是清代的工具官窑的百叠瓶 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 各位夺宝人请作答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呢 看一下 六十八万 一百二十万 二十五万 六十万 四十万 二十四万 给的最低的现在是六号给出的二十四万 最高的是一百二十万 为什么二号给出这么高的价格 因为就是目前的市场上的话 就是官窑此其他涨幅的这个价值 就是让人挺作舌的 如果是按照今年的这个拍卖行情 那我觉得应该随行就是 我是按照这个全品来给它这个估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个价位 百万级别我就不买光绪官窑了 我就买乾隆官窑了 对 好 那么到底这件清代光绪的官窑百叠瓶 根据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呢 看一下 四十六万 所以我们恭喜五号就差一万元 非常接近我们的这项价格 恭喜五号再加上一分 谢谢 这是拍卖行给出来的一个成交的价格 像这个清花款的 而且像它这么开门的 实际上如果要在拍卖会上要卖 应当比这个价格还稍微要够点 大概应当能达到五十万左右 这个百叠瓶是为慈禧太后庆寿特制的 这个古代管老年叫茂蝶之年 百叠也就是百寿 而这个百叠瓶特别的五颜六色 特别亮丽 符合女性特征 所以这个瓶子在市场上 是特别受到追捧的 好 谢谢 所以刚好我们二号给出一百二十万 也估计是今后一个上升空间 能够达到的这样一个价格 好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